近日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破坏一起危害国家安全案件 成功打掉一个以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为名 长期接受境外资金支持 在境内培训和资助多名代理人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组织 瑞典籍人员彼得·耶斯佩尔·达林等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经查明2009年8月 彼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璋等人 在香港注册成立名为 Joi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Limited 简称DDI的机构 在境内以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的名义活动 并且未履行任何注册备案程序 资金入境和活动完全脱离正常监管 该组织长期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 七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 按照这些境外机构设计的项目计划 在中国建立11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 资助和培训吴赵律师 少数访民 利用他们搜集我国各类负面情况 加以歪曲扩大甚至凭空捏造 向境外提供所谓中国人权报告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去搜集一些访民 採签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 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採签户 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 然后会走到他那边去 然后他会做一些歪曲 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 做一些编道 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同时彼得还会通过被DDI培训的人员 插手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案事件 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无严重的矛盾纠纷 煽动群众对抗政府 意图制造群体性事件 该组织曾经资助的性情嫌与境外勾连 策划组织 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宇之子偷越国边境 涉嫌犯罪被另案处理 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已经知道 某些人 我们已经支持了一段时间或另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 做法 在确实的法案 我们知道 在某些个人 像是苏生蓝或权权 有很严重的事件 我们也知道 那我们也是我们的社会 成为刑备罪罪罪 为他们所做的事件 我曾经支持王宋江 他现在被冤图 对上述情况彼得共认不会 他还说他向境外提供所谓的中国人权报告 其中的内容几乎都是通过网上搜索查询等方式做出来的 并不能反映真实全面的情况 而具体的案例他也没有亲眼所见 不能保证报告中的内容属实 根据彼得的供述 某外国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项目书中明确提出 DDI每年发起不少于96起 针对中国政府的诉讼 发起针对公民律师的培训等内容 而对于像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璋这样的职业律师 除了每月的工资之外 彼得还会支付一笔额外的报酬 支持他们发起针对政府的诉讼 我现在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主要就是想把中国内部安插一些眼线 去了解我们国家最底层最基层的这种社会的一些问题 然后编造也好 扭曲也好 加工也好 然后弄成他们自己选择的那种信息 然后那些境外的机构呢 就会利用这些东西去编造一些所谓的人权报告 然后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或者经济的这种舞台上 去对我们国家做一些这个劫难啊 或者是这个攻击我们国家的一些这个人权制度啊 或者是政治制度啊 会给他们提供这些负素材 彼得实质上是境外反华势力 在我们国内的一个代言人 他从民生领域的政绩财产下手 蛊惑和蒙蔽群众对抗政府增夺利益 他就是要利用像我这样的公民代理人 来达到收支我们国家的社群免疫 搜集一身基层政府的负面设施 传递到国外来用于境外反华势力 攻击我国的隐权状况和抹黑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良好声誉 这而迎合境外反华势力 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我们国家振行攻击的图谋 另据查明 近年来彼得组织接受境外资金近一千万元人民币 为谋取私利 彼得等人通过虚增项目 虚报工资等手段 将接受的境外资金层层截流 接近半手的资金被用于个人开销或中保私囊 而对于自己过去的 这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彼得表示十分后悔 在体的证据面前 经过调查人员的舒服教育 王某邢某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很清楚知道我自己这些行为给国家已经造成了很重大的一种损失 还有那个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声誉的一些影响 这些都是我自己所犯下这个很严重的这种错误 所以我希望咱们党和政府能够给我机会去有一个改国自新的机会 彼得利用精神上的资助 使我越贴越深 帮助他干了一生四成 这些四成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客观上提到了向境外反华势力输送 攻击我们国家的炮弹的作用 我愿意知己应罪悔过 1月3号 彼得涉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 被国家安全机关居传 后转为监视居住 1月16号 国家安全机关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规定 安排瑞典驻华使馆人员与彼得进行会见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感谢观看